弟弟小我二十岁 男友们以为是我儿子让我差点嫁不出去 我叫逍遥 我亲爸在我八岁时 在工地上坐视时出了意外走了 我奶奶和叔叔一家都说 我和我妈是扫把星 命运克死了我爸 爸爸工地上的赔偿金下来后 都被奶奶拿给叔叔了 一分也没有留给我们 那时候虽然我只有八岁 但我已经懂事了 我常想 如果我是个男孩 奶奶可能就不会这样对待我们了 我们家的房子很小 只有一时一厅 还是我爸自己烧的红砖件的 但奶奶和叔叔还是想赶走我们 想霸占我们这间小房子 奶奶常常拿着一根竹条 跑到我们家 指着我妈大声喊骂着 你这命运的娘俩咳死了我儿子 还来在这里不走 站着我萧家的房子 你还要不要脸 边骂边打 我已经记不清 妈妈被奶奶打过多少次 当然奶奶也想打我 可是每次妈妈都会把我护在怀里 不让我受到任何伤害 在我再打一些后 妈妈的怀抱已经护不下我了 奶奶一来 妈妈只能让我待在房间里 不许我出来 怕我一出来就会被奶奶打 十三岁那年 我上初中了 学校在镇上 离家有些远 别人家的孩子都有单车骑着上下学 而我只能走路 走路要一个多小时 那天傍晚 我放学回来 刚踏进家门 身后就传来了奶奶妈妈咧咧的声音 从地底做完事 刚回来的妈妈赶紧推我进房间 关好门 她自己留在厅里任我奶奶打骂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就跑出房间 然后冲进了厨房 拿了把菜刀 走到奶奶面前 举起菜刀指着奶奶大叫 奶奶 我现在还喊你一声奶奶 因为你是我爸爸妈妈 如果你再不停手 还要继续打妈妈 就别怪我不客气 奶奶当时的表情很滑稽 她吓得腿软 差点跪了下来 两眼盯着我举起的菜刀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个字 双手也颤抖着 然后慢慢转身 拖着那根打了妈妈 不知道多少回的竹条 浑身打着哆嗦地逃走了 我看着奶奶落荒而逃的背影 骄傲地笑了 我妈被吓得瞠目结舌了 两久才冲过来一把 夺过我手中的菜刀 往桌上一放 猛地将我拉进怀里 我感觉到她整个身子都在颤抖着 妈妈惊魂未定地在我耳边说道 瑶瑶 你干啥呢 你拿菜刀干啥呢 你吓死妈妈了 我用手轻轻地俯着妈妈紧后的头发 笑着说道 妈妈 我长大了 不能再让你受委屈了 以后奶奶要是再敢打骂你 她打骂一次 我就拿一次菜刀 看她还敢不敢 妈妈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哭得惊天动地 紧紧地抱着妈妈 叫她别怕 我长大了能保护她了 然而我奶奶很快就返回来了 而且还带来了叔叔和村里的几个青年 奶奶往我家门槛一坐 一把鼻涕一把泪 开始痛斥我们母女的恶行 奶奶恶狠狠地指着我妈骂道 这个杀尖刀的女人 居然教唆我孙女拿菜刀砍我啊 要不是我跑得快我就被她砍死了 你这个蛇仙女人根本不配住在我肖家的房子里啊 大家来平平礼帮帮我这老婆子吧 妈妈身体一直在颤抖着 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 慢慢地我家门口聚集了一群村民 唧唧喳喳地议论着 我走到门口大声说道 各位叔叔阿姨 我今天是拿了菜刀 但我没有做任何伤害我奶奶的事情 可我奶奶做的事相信你们都有看到过 听到过 我转身拉着我妈妈过来 卷起她的衣袖 撸起她后背的衣服 你们看我妈身上因被奶奶打而留下的伤 我继续说道 叔叔阿姨们 谁是恶人 谁是无辜 你们现在应该知道了吧 奶奶 我能喊你一声奶奶 是因为我身上 毕竟留着我爸的血 但如果你继续来欺负我妈 那我也不会再对你客气 我钻进妈妈怀里问道 妈 我是不是很厉害 奶奶和叔叔在村民们的责骂声中再次落荒而逃 妈妈已气不成声 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说道 我家瑶瑶是个大英雄 说完又紧紧抱着我哭得死去活来 我知道妈妈为了我受了太多的委屈 我已好像在那天一下就长大了 后来 奶奶也没敢再上门来欺负我们了 还有村里人给妈妈介绍对象 有好几个条件不错的 可都被妈妈拒绝了 妈妈说她不想改嫁 她只想把我好好抚养大 我很感激妈妈 为了不让我受后爸的委屈 她宁愿不再嫁人 和我相依为命 我也按了下了决心 一定要好好保护妈妈 我读高中时是在城里上学的 当时我家乡那边修高速公路 刚好要经过我家 于是我家被征收了 我妈本来不愿意的 说那房子有她和我爸的生活轨迹 和回忆 经过工作人员的劝说 还说会补偿我们一套城里的房子 妈妈想到住在城里 可以究竟照顾我的学习和生活 还是同意了 拿到城里的房子后 妈妈把我家的田地给了叔叔 还给了奶奶一笔钱 算是和他们划清界限了 反正他们也不想再见到我们 进城后 妈妈在我学校附近的一个餐馆 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 算是在城里 安居下来了 我努力地学习 想考一个好的大学 将来找一份好工作 好好地孝敬妈妈 让妈妈想想福 妈妈也努力地工作 做一切我想要的 晚上还会抱着爸爸的照片一起聊天 就在我以为我们能一直这么安稳平淡 且幸福地生活下去时 妈妈突然告诉我 她认识了一位和我的爸爸 同性的叔叔 彼此都有相识恨晚的感觉 她想和那位肖叔叔结婚 我心里是不同意的 感觉妈妈背叛了我爸的感情 我心里很难过 但我想到妈妈还年轻 为我受了那么多委屈 而且我已经长大了 妈妈也该拥有她自己的幸福 所以我没有反对妈妈和肖叔叔结婚 肖叔叔也是丧偶 在城里有两套房子 在一个很好的单位上班 有个儿子已经成家了 但居住的另一个城市很少往来 妈妈和肖叔叔领证后 肖叔叔就搬到了我家住 把他家那两套房子租了出去 肖叔叔对我妈很好 结婚后就不让我妈再去打工了 肖叔叔对我也很好 承担了我所有的生活和学习费用 还经常开车送我上下学 我上高三十 他还找了家教来辅导我 他还很会做饭 每餐做的都是我爱吃的 看到我妈每天幸福的样子 我也替他感到开心 可我看到我妈在肖叔叔面前 含羞带笑 嚼成满面低样子时 我又会觉得我妈这是对我爸赤裸裸的背叛 所以我无法喜欢肖叔叔 但看他对我妈那么好 我也不讨厌他 我和妈妈关系闹僵 是在我上大二那年 妈妈突然告诉我他怀孕了 他想给肖叔叔叔生个孩子 当时妈妈已经45岁了 这么大年龄生孩子风险是很大的 而且妈妈和肖叔叔都那么大的年纪了 等他们的孩子长大 他们都老了 我当然不同意 但无论我怎么反对也没用 几个月后 我同母义父的弟弟还是出生了 启明肖姐 我一气之下搬到了学校住宿舍 妈妈再怎么苦口婆心地劝我 我再也不肯回家 大学四年 我有三年没回过家 虽然学校离家并不远 我也没有谈过恋爱 虽然追我的男生很多 但我不想恋爱 我还想着要好好保护我妈 虽然我妈已经背叛了我们的约定 大学毕业后 我没有去找工作 而是选择自己开一家甜品店 肖叔叔给了我资金上的支持 但我还是不肯回家 就连逢年过节 我都睡在出租屋里自己过 在一个晴朗的秋日午后 我正在忙着招待店里的客人 突然感觉有人扯了扯我身后的秦柏 我扭过头 看到一个小男孩胖乎乎的小手正抓着我的秦柏 他看我正看着他 他也用清澈双眼看向我 并叫着姐姐 我愣住了 这时 妈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说道 姚姚 这是你弟弟小俊 这些年来 我经常带他来这边看你 只是一直没敢进来打扰你 是啊 时间过得真快 肖俊已经三岁了 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发现他竟然长得和我十分的相似 之后 妈妈常常在接肖俊放学时 来我店里买上两杯奶茶和一些电信 坐在角落里看着我忙碌 每次肖俊都会热情地喊我姐姐 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弟弟 但听到他甜甜的声音 我也觉得他并不是那么的讨厌 在店里不是很忙时 我也会逗逗他 但我对他却怎么亲近不起来 总感觉我们之间有些疏离和客气感 就好像他是店里顾客带来的孩子一样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反正他也不是我的亲弟弟 以后我也是要嫁人的 那我们也只是亲戚关系 亲戚之间就该客客气气的 一个月后的一个周末下午 我接到医院的电话 于是妈妈和肖叔叔带着肖俊去周边游玩 路上发生了车祸 肖叔叔当场身亡 妈妈护住了怀中的肖俊 自己却受了重伤 也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 肖俊基本没受伤 听完电话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没有哭 也没有任何表情 直到处理完妈妈和肖叔叔的后事 我都没有哭 等所有来参加葬礼的人都散去后 我回到这个四年都没回来过的家 看着家里如旧的不治 我的心开始绞痛着 连日来的悲伤和压抑喷涌而出 我爹跪在客厅的地上 十声痛哭 突然一双小手轻轻抚上了我的脸 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响起 姐姐不哭 乖 原来是熟睡的小俊 被我的哭声吵醒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小男孩 也瞬间从悲伤中回到了现实 我止住了哭 迅速想着这个才三岁的小男孩 忽然失去了父母 他要怎么办 我该拿他怎么办 我才二十三岁 还没谈过恋爱 我哪会养孩子 就在我感到无助时 门铃突然响了起来 我打开门来 是肖叔叔的儿子 肖骏 同父异母的哥哥 我们在葬礼上见过 他说他是来把肖静带回去养的 说他家生的是女孩 我一听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在打抱肖静的东西 他还小 还不知道父母已经永远回不来了 一直亦步亦去的跟着我吵着要找妈妈 我哄他说收拾好他的东西 就带他去找妈妈 他这才一边欢快地喊我姐姐 一边帮我把他的东西都塞进行李箱里 直到那个哥哥过来抱他 他才惊叫着抱住了我的腿 我的心动了几下 又平静下来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说 虽然我们是同一个妈生的 可是当时我是反对妈妈生他的 而且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没有什么感情 现在妈妈已经没了 眼前这个哥哥也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而且这个哥哥家里有女儿 会养孩子 肖静跟他走是对的 我狠心地掰开了肖静抱着我腿的小手 那个哥哥强行抱起了他 他蹬着小腿 张着胳膊向我嚎哭 撕叫着 姐姐 我要姐姐 我狠心地转身回了房间 直到听不到任何声响 我才出来 关上大门 躺在床上休息 可我怎么也睡不着 眼前总是闪现着肖静被抱走时的情景 之后的日子里 我也总是睡不好 我经常会想起肖静 一个月后的一天 我接到那个哥哥打来的电话 他告诉我 肖静跑丢了 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他已经报了警 幸好经过大家努力 我的心一下疼了起来 立马订了机票 飞到了那个哥哥所在的城市 行之后 我们在路边一个废弃的水泥圆桶中 找到了躲在里面的小肖静 原来肖静在哥哥家整天吵着要找妈妈找姐姐 哥哥的女儿就告诉他说他的妈妈已经死了 他虽然不是很懂 但他还是想要找我 于是傍晚在小区玩耍时 悄悄溜出了小区 顺着大路一直走一直走 天黑时害怕 就躲进了那个水泥圆桶中 肖静看到我后 一下子冲过来 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腿 小身子在瑟瑟发抖 我发现肖静黑了 瘦了 才一个月 他竟变得如此无精打采 我的心突然疼了起来 我蹲下将他轻轻搂进怀里 就像小时候妈妈搂着我一样 小肖静的那双大眼睛里饮满了泪水 正在上其不接下棋地哽咽着 他的小手紧紧地抱住我的脖子 一边边地喊着姐姐 我泪如雨下 我决定带肖静回家 我拼命地向他点着头 哽咽地跟他说道 俊俊 别怕 姐姐带你回家 那个哥哥也没有阻拦我 他对我说 我老婆和女儿都不太喜欢肖静 如果他能跟着你 应该会过得更好 但是毕竟你还没结婚 如果你一个人带不了他 你可以再送回来给我 我向他点点头 表示答应 把肖静带回家后 我开始认真思考人生 计划我与肖静的未来 虽然我和这个弟弟 并没有什么感情 但毕竟他是和我同一个 妈生的弟弟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寄人里下 妈妈没了 我应该尽自己的能力 好好的保护他 计划好之后 我们的生活开始慢慢进入正轨 肖静也在渐渐长大 毕竟肖叔叔给我们留下了两套房子收租 我又有自己的店和妈妈留下的房子 虽然算不上富有 但养活自己和弟弟 还是有余的 肖静上小学那年 我认识了一个男人 名叫黄宇 三十岁 他长相不错 前几天来我店里给我送花 向我施爱 我已经二十七岁了 说不想嫁人是假的 特别是面对像黄宇这么帅气的男人 我是有些动心的 在他再次向我表白时 我决定接受他 并向他如实告知了我的家庭情况 并用手指角落里 正在做功课的肖静给他看 黄宇得知我带着一个七岁的弟弟时 愣了几秒 然后问道 他真的是你的弟弟吗 和你长得真相 不会是你的儿子吧 说完就转身走了 剩下我在那里愣了半天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人将肖静当成我的儿子 我可连恋爱都没谈过呢 过了不久 又有一个男人来追求我 您叫李斌 我直接告诉他 我有个的弟弟 需要我抚养 要他考虑清楚 李斌听说了我的情况之后 表示不在意 愿意和我一起抚养我弟弟 我很开心和他陷入了热恋 和李斌恋爱两年后 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 可我已经29岁 他33了 但他却一直没有和我结婚的想法 那天和他约会时 我试探性地问他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 我想结婚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 他看了看我 回到我也想和你结婚 但我还有些顾虑 你确定俊俊是你的弟弟 不是你的儿子 你能不能和他去做个亲自鉴定 证明他不是你的儿子 我听完他的话 气得浑身发抖 真想狠狠刮他一巴子 我和他在一起两年了 他居然还这样怀疑我 但我没有这么做 我默默地回了家 一周后 我拿着亲自鉴定书 甩在了李斌的脸上 并且和他提出了分手 虽然他苦苦哀求 诚心道歉 我也没有再理他 最后还有好几个都是这样 有的是怀疑我弟是我的私生子 有的是嫌弃我有个这么小的弟弟 后来不管谁来追求我 我都拒之门外 我决定不恋爱结婚了 好好把生意经营好 把弟弟养大就好 当时才九岁的弟弟 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这些事 担忧地跟我说 姐姐 要不你把我送到孤儿院吧 哥哥那里我是不想去了 我问他为什么想去孤儿院 他说他不想成为我的包袱 我嫁不出去 虽然我曾经很讨厌你 感觉由于你的到来 破坏了我原本幸福的生活 以至于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生活都被你这个莫名的闯入者 搞得一团糟 但是妈妈出事后 你就是我的一切 你别多想 在我的生命里 没有什么比你能快乐成长更重要 姐姐已经差点弄丢过你一次了 我怕了 姐姐不是嫁不出去 是不想 在我三十岁那年 我店里聘请了一个点心师傅 叫彭彭 人长得很帅气 做出来甜点特别受欢迎 很多人宁愿排队几小时都要买 彭彭的话不多 酷酷的做事非常认真细致 萧俊很喜欢彭彭 只要一有空 他就喜欢跟在彭彭的身后 看着他做各种各样的甜点 问他一些古灵精怪的问题 而彭彭也会不厌其烦地回答萧俊 各种奇葩又幼稚的问题 萧俊十岁生日那天 我给他在店里拜生日会 生日会结束后 我们在收拾东西时 彭彭突然向我表白 说他喜欢我二十多年了 希望我能给他一个机会 我很震惊 我们认识才几个月 哪来的喜欢二十多年 原来彭彭是我的小学同学 他家和我乡下的家就隔一条河 是同乡不同村的老乡 可我怎么也看不出眼前这个帅帅男人 竟然是二十多年前 那个小胖子 彭彭比我大两岁 他说他一直没有结婚 是因为他一直喜欢着我 我跟他说了我现在的家庭情况 他深情地注视着我 说他早就了解过了 他愿意和我一起照顾萧俊 在那一刻 我无所依靠的心 突然的就安稳下来了 像一条在风雨中飘扬了许久的小船 终于找到了可以停靠的港湾 我和彭彭恋爱了 萧俊开心得不得了 天天催着我们结婚 彭彭是个好男人 工作认真负责 手很巧 对我非常的细心 我想要的东西 无论大小 只要我提到过 他都会给我弄来和彭彭恋爱的日子 过得非常幸福 店里有彭彭在 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那天彭彭说到了一封信 隔天他就跟我说 他有急事要回家乡一趟 可是现实又狠狠地给了我一棒 彭彭回去后 我发现他的那封信就摆在桌面那里 我忍不住好奇 打开来看了 信里的内容是彭彭的父母让他回去相亲 让他远离我 说我和我妈一样 命运会克死人的 而且我还有个命运的弟弟 苛责父母 他们坚决不同意彭彭娶我 原来彭彭是回去相亲去了 而彭彭的父母早就知道我和彭彭在恋爱了 并了解我的家庭情况 应该是彭彭告诉他们的 但他从没有跟我说过 看完信 我心撕裂般的痛 眼泪也溢出了眼眶 我想 如果当初我不把肖静带回来 也许我现在的人生会是另一番光景吧 我也许会已经结婚 有了自己的家庭 甚至还可能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正在沉思着 萧骏应该是察觉到了什么 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道 姐姐 对不起 我定了定心神 笑着说 傻瓜 不是你的错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不后悔 隔天一大早 我打开店门 发现彭彭已经在里面忙碌着了 我走过去 冷冷地看着他 直接了当地跟他说道 你不是回去相亲了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以后还是不要再来了 我现在就把工资给你结了 彭彭急坏了 慌忙从裤兜里掏出户口本塞到我手里 说道 不是的 瑶瑶 我是回去偷户口本了 我妈让我去相亲 我没去 真的 你看我户口本偷到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彭彭接着说道 瑶瑶 我不是浪漫的人 我不懂得怎么求婚 但是我知道结婚的要户口本 一会我们就去民政局吧 我取定你了 我一下愣住了 这彭彭一把将我拥进怀里 说道 怎么 你不愿意嫁给我吗 我说 哪有人像你这样求婚 他问 那你嫁不嫁我 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呢 突然 萧俊也举着我的户口本跑了过来 边跑边说 姐姐赶快和彭彭哥去民政局吧 我晚上放学回来要喝喜酒 我看着眼前这两个一大一小的男人 不禁有些热泪盈眶 想哭又想笑 现在 我和彭彭结婚已经17年 并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弟弟也已经成家里业 我们两家住在对面 平时有啥事都互相帮忙 两家人像一家人一样 生活得非常幸福快乐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但行好事 慕问虔诚吧 上帝在给我们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定会给我们打开一扇窗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轻易放弃 一切都会好的 �� tej一扇更害